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是由电荷的堆积而产生 飞机电厂当然不止像这个样子 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法拉第定律吗 法拉第定律 它是说如果 我们还没讲到那个 我寄到普务去了 那么这个是 已经有一个疑恩 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种 好 我们一看这个感应电厂 我们发现 电荷堆积在空间 某些位置会产生静电厂 另外还有一些电厂呢 它不是由电荷堆积而产生 它是由电流的改变而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讲过 我们讲过B厂等于Curl A B厂等于Curl A 好 那么 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好了 先讲一下法拉第定律 好 我们说法拉第定律 我们本来不是写成这样子吗 负的 好 那这个里头 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两端一起来写 我们说这个EMF 可以看成是非静电厂的 限积分 如果我们看的是一个回路的话 一个封闭路径的话 封闭路径的话 那这里有磁场 我们画一个磁场好了 这个磁场在改变 这里不是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它呢 因为你这里有感应电动势 这个 导体上面一定会有电厂 没有电厂你怎么会有电动势啊 对不对 好 所以一定有电厂 那这个电厂呢 跟那个导线移动的不一样啊 它是 它 等等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反正它就是有电厂 这个电厂也是非静电厂 不过它现在的路径是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边 这个等于负的 d lamina over dt 好 lamina呢 其实啊 它就是等于 b场 dot da 从这个 b场 从这个封闭路径里面 所围住的一个面 里面穿过的这个 瓷通 穿过瓷通 OK 那当然你这个 要看你多少扎 你一扎的话就是这么多 n扎的话就等于有n个这个面 n个这个面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lamina等于这个 所以 我们就有负恩 我们就写这个 好 没关系 就写这个 它呢 是等于 lamina是这个 我们 还是写lamina比较好 还是写lamina 还是写这个 因为等等就要带lamina进去 好 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可以写成 d over dt b场 dot da 好 现在这里告诉我们 b场对 空间积分 那就表示这个b场 是空间的函数 就是说 这个区域的磁场 可能比这个大 可能也比这个小 它就是 位置的函数 好 那么这里 唯分呢 唯分不可能是对空间 唯分呢 要是对磁场 唯分呢 那就表示这个磁场 谁做时间在改变 那就是b场 它一定是 又是空间的函数 又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对t来做 唯分的话呢 我们应该把它写成 partial derivative 应该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式子是 b场先对空间积分 然后再对时间为分 因为空间跟时间两个不相干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b场先对时间为分 然后再来对空间积分也可以 一般都写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两端呢 带进去 这个 左边用这个 所以我们就有 要等于负的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dot da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那么这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是用en来强调说 它电动式完全由非进电场产生 你也可以把这个en写成1 你可以把这个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 就写成总电厂 那总电厂呢 它是等于en加11 这是进电厂 你这个写成这个也可以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 11的环 厂积等于什么 进电厂积一个回路等于什么 零对不对 是不是零啊 静电厂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静电厂的这个封闭路径积分是零啊 或者是curl1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写 你这个en把它写成1也可以 这个就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这是原始的 这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这个式子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在这里 在这里你只能说 词通改变会在这个导体线圈上面产生电动式 这个告诉我们啊 你空间只要有磁场随时间改变 这个空间会产生什么 飞进电厂 空间会产生一种电厂 这个电厂就是飞进电厂 OK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啊 把它化成为分式 好 我先把这个再写一遍 我现在把法拉第定律的1 我就写成总电厂 负的 parsher b d a 好 现在 这个是 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curl e 用stocktheorem stocktheorem dot d a 然后等于这一边 我们把负号拿进去好了 画成这个样子 于是我们就得 curl e 它现在不是零了 它是等于负的 parsher b over parsher t 如果单单是进电厂的话 curl e是零哦 如果一单单是进电厂是零哦 curl e是零哦 如果是en的话呢 它就等于这个 curl e就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 就回来看我们刚刚要讲的这个 我们现在看b厂 b厂等于curl a 这个我们学过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又说 curl e 如果它不是进电厂 它是由磁场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 它就是这个 然后把b厂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变成负的 curl 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也是curl 这个e也是curl 我们把这个调过来 那这个式子就变成 好 这是一个 等于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curl等于零 我们讲过一个向量的curl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这个向量呢 我们可以写成某一个 纯量的gradient 以前的例子就是curl1 静电厂 curl1 这个e是静电厂 它是等于零 因此静电厂就等于 电位的 梯度 对不对 不过加一个负号 现在负号是干嘛 就是要令 电厂是从高电位置向低电位 所以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curl1 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纯量的gradient 那么根据 以前的经验 就是说 它可以写成 电位的gradient 的负值 电位gradient的负值 OK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拿过来 那就是电厂 电厂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 partial a over partial t 在负的一个gradient v 这个电厂啊 这里头 可以是静电厂 加上飞机内厂 总电厂就是了 总电厂可以是这个 那就说 这个电厂 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呢 它有一部分是由 电荷的堆积而产生 因为potential 就是电荷的堆积嘛 而产生的这个 scalar potential 那这个是由电流的改变 而产生的 因为partial a 跟电流有关 partial a over partial t 就是电流的 时间变化率 这个是产生静电厂 这个呢 是产生非静电厂 非静电厂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 把这个电厂啊 写成这两种 它有这两种原因 好 那我们稍微写一下 好 这个是属于 静电厂 然后这一项 好 这个 就说一般的电厂 有这两种来源 好 这两种来源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好 这两条是无限长的直导线 这个上面的电流 i 是朝下 这个电流 i 是朝上 那么在这个平行导线的旁边呢 有一个线圈 有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长方形线圈 这一边的长度是h 那这个宽度是w 然后它跟这个导体间的距离 好 这一边 这一边跟这个导线的距离 是rb 好 好 那这一边 跟这根导线的距离 是ra 就是这个是a导线 这个是b导线 rb 假如这个电流 再改变 ra di over dt 等于 constant 但是是正constant 正的constant 现在要求 长方形线圈中的电动式 因为电流在改变啊 电流在改变会有磁场改变啊 磁场改变就会产生电动式啊 我们啊 现在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啊 这个 目前当然 没有导线在运动啊 我们不会考虑 动身电动式啊 我们考虑就是这个 这个圈圈里头的 长方形线圈 里面的 磁通在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用法拉第定律 我们还可以用 等等用这个方法做做看啊 好 我们 方法一 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你就把法拉第定律写出来哦 因为它现在只有一扎 那我们就 这样就好了 好 你要求 EMF是这个 你一定要先求 flux 对不对 flux等于什么呢 flux 这个我写不 不晓得多少遍啊 你可千万要记住啊 e.b.da da当然是这个 线圈里面的一个 面积基数 那b场呢 由这两个导线 在里头产生的 这两个无线长直导线 根据 bilt-sephalo 在某一 距离它 距离导线 某一个距离的地方会有 磁场 好 那现在我们就 选拨 选拨 这样子 我们选这里好了 这里取一个面积 基数 这里取一个面积 基数 这个面积 基数在哪里呢 我们说它这个距离啊 这一段的距离 好 这一段距离 距离这里是 距离a导线 我们用这个sa好了 然后它距离这个b导线呢 我们用sb sb 然后这个地方呢 不管你是用sa还是用sb 这里总 都是ds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面积 面积 这个地方会有磁场 那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是 粗黑白面 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是 进入黑白面的 所以我们现在 you build to solve a law 我们如果把这个当作 phi 这个当作 而当作z z 轴 这个是z 轴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求 you build server law 得 da上面的磁场 就是距离s元的这个磁场 ba ba是什么方向呢 电流是这样子的 进入黑白面 所以z轴是这样 这个正好是phi的方向 所以它是phi的方向 好 2 pi sa 好 mu0 i 好 bb呢 它是 负phi 因为它的电流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它是这个方向 z是这样子的话 phi是这个方向 这个就是负phi的方向 它是负phi的方向 它是2pi sb 也是muling i 好 那么b场 在da里面的b场是等于 b a 加b b 我们可以把 共同向提出来 2pi 分之muling i 是共同向 这里头就是 sa分之1 减掉sb 分之1 好 我们现在取da 我们取da的方向 跟这个同方向好了 它的面积就是h 乘上ds h乘ds 好 现在我们 把这个十字 带入 第二诗 第二诗 去flux 带入第二诗 去flux 好 flux 它就等于2pi mul0i h提出来 里头呢 里头呢 里头 是这个 称上 s a d s s a 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s a 它从ra 到ra加w ra到ra加w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减掉 ds over sb sb呢 就是 sb sb 也是从这里 从这个 这个距离 rb到rb加上w rb到rb加上w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变成 2pi 分子 mul0 h h i h natural logarithm 这两个 你把上限线带进去以后啊 再把它积分 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logger 按照logger的运算 它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好 flux 就出来了 我们代入第一式 代入第一式 就求它的emf 代入第一式 emf 就等于flux 的时间变化率 的负值 所以 它是等于负的 负的 我们把常数像写在这里 mul0h 2pi 电流 是随时间变化的 所以 di over dt 然后log这个是常数 rb ra rb 加上rb rb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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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大 但是这个笔值的话 这个笔值 要比这个 这个是小于一 这个大于一 最后乘起来还是大于一 所以这个是positive positive 那这个也是positive 那如果di 因为我们已经说 di over dt大于零 所以emf 它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什么方向啊 这个磁场是这个 磁场 根据这个是进去的 它的磁场是进去的 总磁场是进去的 posi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它是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所以它emf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用 另外一个方法来解这个题目